演员赵正平在花莲拍戏 那么昨天被巨大的土石 贪方的声音吵醒了 亲眼目睹了贪方路段 当场将土石流 贪方跟树段的画面给拍了下来 正好在花莲拍戏的赵正平 回想前一晚 因为台风凡那笔 凌晨被巨石贪方吵醒 才军军自己有可能被大水冲刷而走 设定这个时间进来的时候 其实有很挣扎 决定要不要来拍 所以会担心这个安全问题 回想贪方情况 赵正平还心有余悸 但身为导演带领剧组60多人 他当下决定 马上拍下整个土石流过程 你看这个 整个这个泥石流冲刷过来的 最危险的这一块 整块都是贪方的那个面积 我的戏里面刚好有一段故事 也就是讲到台风山崩 所以昨天拍到的时候是蛮开心的 可是开心完以后 下一个下一秒就想到说 糟糕会不会有安全的问题 目睹整个贪方过程的赵正平 虽然感受生死一瞬间 但也不得不感谢这个台风 让他拍到最真实的天灾画面 中立新闻杨静明 廖威林 路易综合报道 中立新闻杨静明